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比如中俄英法的印度等国家,也有苦苦哀求豁免,去美国网开一面的,比如日本和韩国,如今消息再度传来,美国的立场出现松动。 据新华网7月12日报道,美国国务卿迈克·蓬佩奥10日表示,将考虑给予少数从伊朗进口原油的国家豁免,让相关企业在美方11月恢复,针对伊朗石油行业的制裁后密受影响。 而美方此前宣称,不会豁免任何连反美国制裁禁令的国家。 多年前,美国就对伊朗发起过一次石油禁令,当时各国由于害怕受到美国制裁,都对美国的禁令采取了默认态度。 但日韩两国通过走后门的方法,获得了美国的豁免权,此次,美国发起石油禁令后,还踏出了13个代表,吩咐各国进行威胁。 在美国的淫威下,一些国家开始孵软,也有许多企业开始从伊朗射出投资。 日本、韩国则采取的是软抵抗的手法,一边表示支持美国行为,一边又希望获得豁免权,如果无法采购伊朗石油油,两国经济发展势必受到严重影响。